永和区的地下人愁顾及自行车的爱好者族群 这一回新北市议员连斐凡 特别是选在中正桥下的河滨自行车道 要来举办永和2016乐活铁马行的活动 议员表示呢 目前路跑正夯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的适合跑步 换换另一种形式的运动方式 也能够增加亲子感情 12月17号 我们办了一个永和2016乐活铁马行的活动 也就是自行车的活动 那一天的话 我们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加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活动 那现在路跑非常的夯嘛 那可是路跑有些人他没有办法跑得很远 所以我们办一样自行车的活动 第一个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那骑自行车的感觉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温馨 11月28号起就可以来报名了 想要报名的民众可以到新北市议员连斐凡的服务处 就可以报名参加 活动路线规划 从中正桥绿光河岸公园 一直到新店的阳光公园折返 活动都是免费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 参加者需要自备脚踏车 而现场也会透过表演和摩采的活动 希望透过户外活动不仅能够推广自行车 同时也可以让民众体验乐活人生 一起来享受铁马运动的快乐氛围